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您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您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昨天的下午5點多 在大埔黃區 為什麼黃區? 因為全部區議員都是由民主派盛出的 在廣福道附近發生了一宗驚心動魄事件 原來當時有些市民以垃圾桶等的雜物搞快閃的倒路 當時附近有一名休班的藍督察 他當然是阻止示威者搞事 誰不知遇著施鳥神獸 令臉和嘴巴受傷 要送到娜達蘇醫院進行治理 後來大批防暴警察到場清理這些路障 到了晚上更加厲害 有一名大埔老婆 是永救學生 這件事是值得市民鼓掌的 這位老婆也是值得我們讚賞的 要給她一個like 這位老婆真的很勇敢和正義 事發在昨晚10點多時左右 大批防暴警察到大埔中心的第五座附近 有一名學生哥 其實他也是街坊 只會背著一個背囊 根據阿婆的藝術 那些警察竟然將那些小孩的背囊的物品 全部放在地上 逐樣來搜查 阿婆看到這樣的情況 當然看不過眼 馬上就跟警察說 這只不過是學生哥 他是街坊走過的 他不是搞事的 那些警察當然就當阿婆是臭四的 這一名阿婆 他先形容給大家聽 戴著一個黑色的口罩 但是說話的聲音 十足、大逼傘、鄧碧雲 是媽打 他就馬上施展陰波公 罵這些警察 同時之間 阿婆面對著二十多個防暴警察的包圍 可以說是泰山崩於前儀式不變 微鹿輕於左而目不順 這句是甚麼意思 整個泰山在阿婆面前崩塌 阿婆都是面不改用 色不變 色即是面容 微鹿輕於左而目不順 是甚麼意思 就是一隻微鹿 在你附近迅速地跑過 阿婆都是目不轉睛 完全不為所動 阿婆神態自弱 處之泰然 完全沒有理會這些警察 即是威脅的脅迫 即是保護著這個年輕人離開 事實上這個年輕人根本沒有東西給你查 你就是故意來威樂他 故意來刁難他 故意來百般阻撓的街坊去逛街 你就是這班警察專門做這些事 當時後面還有一班街坊 看到阿婆這麼勇敢的時候 馬上就湧上前 就幫阿婆解圍和學生哥 所以真的非常厲害 擁救了這個學生 否則可能拘捕也不定 反正這個阿婆後來 就被這些警察用胡椒噴霧 來指嚇阿婆 完全是面無巨色 害怕也沒有害怕過 是怕你不射 你如果射阿婆的話 你就是不敬路 你連阿婆都動的話 國際社會的輿論就會譴責你 這張圖片又會再登在 全世界不同的媒體頭條的報紙上 阿婆完全沒有害怕過 當然你這個警察也不敢射 因為鄧炳強大署長說 說要光猶並濟 你沒有理由對著阿婆 可以用這麼剛烈的行為 來對付她去動阿婆 你也做不出 阿婆七十多歐 所以這個阿婆真的非常厲害 阿婆是正義的 她是愛的學生 愛我們的青年同胞 真的非常厲害 而且那些警察就是多餘 是有行動 不是有行動 你給人的感覺 是不是要打爆那個OT錢為止 對不對 你有什麼要做的 一群警察都動企水魚 你對港鐵的黃小黃人很不公平 人家有罰企你也罰企 你鬥十匹的事情 你在做什麼 為什麼沒有那樣做那樣 就是去查學生歌 又去找胡椒噴霧紙嚇那位阿婆 你就專門做這些事 激發起一群街坊對你的不滿 是不是 你搞到大埔人真的很厲害 被你塞捉這個套路港公路 塞捉五天 由星期一塞到星期五 結果你也是完全逆主不了民意 搞到全區都是黃營的人當選 問你怕了嗎 阿婆也這麼勇武 真是趨勁 你那些警察就反省一下 為什麼你連激發到阿婆也變成勇武派 是不是 好了 想跟大家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行政長官林鄭 原來政府已經通知了立法會秘書處 就說當局正在重新考慮 行政長官每個月一次去到立法會的質詢時間 到底還是不是特首回應議員質詢的有效平台呢 他就說 由於這個行政長官向立法會發表2019年的施政報告 以及在行政長官答問會的時候 受到嚴重的擾亂 即是說泛民那些人在搞事 因此行政長官就作出相關的考慮了 未能就著這個立法會期內 行政長官的質詢時間 建議任何的時間表 實情這半小時的所謂質詢時間 是源自於什麼時候呢 就是由2018年的1月開始 當時林鄭就說過 這半小時的質詢環節 就是體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互動和緊密溝通 亦給他有機會直接聆聽和跟進議員的訴求 結果你實踐了兩年 從2018年的1月到2019年的12月 就已經是收皮了 這件事就有幾個問題出現了 第一 林鄭月娥就是失信於民 當初你說為了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就增加了這個環節 結果你就做了兩年 就馬上將這個環節斬攬收檔 老實說這些就是下爬輕輕 如果你不能夠將這件事推行到底 你就不要這樣作出輕易的承諾 答應那些議員 為什麼說你失信於民呢 你不是答應那70個立法會議員 70個立法會議員背後還有他們的選民去投票給他 他們代表他們的選民的界別 所以你做不到的事你答應別人 你是失信於民 不是失信於那70人 第二件事就是真理本來就越變越明 林鄭月娥連這30分鐘的時間都想節省的時候 那你就只是逃避 逃避就無補於事了 那30分鐘你其實就可以很豁達地面對他 你說泛民那些人在搞事的時候 你就等鏡頭看著他們搞事 沒有問題的 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 你應該面對這些民情民意 因為他們在搞事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在代表他背後的選民 那些其實都是訴求之一 你經常說要去聽訴求 其實你就在墨持訴求 一個月的時間花30分鐘去這個立法會 你都覺得這麼艱難 覺得不應該去做的時候 那你還怎樣聽到市民的聲音呢 當然你是聽不到的 一百萬人上街二百萬人上街 大叫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甚至乎已經隔了半年的時間 依然是有超過80萬人 甚至過百萬人上街 一樣你就聽不到 這30分鐘本來就是讓你做show 本來是人家的show time 本來是讓你演戲的 結果現在變成泛民那些人 走出來搞事你就不like 你失去了這個平台 失去了這個舞台 你不再是主角 你覺得被人租質 那你就不去 實情你被人租質 你也應該要去的 你作為一個地區的行政首長 你就面對那些民意 他租質完你之後 你就繼續來作出這個問答質詢的環節 始終市民都是想看到這個環節 結果你是逃避選擇 第三樣東西就是歸宿 你自己歸宿就賴議員擾亂 委過於人 實情你如果認為他是在干擾 立法會的正常運作程序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會內的機制 來驅逐那些議員出去的 是不是 那留下來的那些 你就從他正常的答問 是不是 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你要整個人取消了他 是不是 可能有些議員不搞事 他有事只是想問你 那怎麼辦 雖然你這三十分鐘都問不出所而言 亦都答不出所而言 只不過是真的在做一個行政公關show 結果現在你覺得沒面子 索性就撕破這個話題 做都不做 不願做 因為這件事是你自己個人承諾 不是一個常規 不是一個消規曹循的東西 你現在剩下四次 即是每年四次的行政長官答問會 實請你不如連這四次也剩下它 其實邏輯是一樣的 如果你說每個月三十分鐘的質詢時間 變成了泛民的show time 變成了讓他們在這裡玩東西 干擾了議會的秩序的時候 你行政長官答問會 他們一樣出來玩東西 一樣出來搞東西 一樣出來做show 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不去 你不是一樣去 那麼你的邏輯在哪裡請問 做人最重要是有一個一致性 一以貫之 你不能夠兩套標準 如果你這套標準 apply到行政長官答問會當中 這個就是以前一直以來 從港督開始都有做的 那你又做不做呢 如果這個你做 半個小時不做 當中的邏輯在哪裡 即是30分鐘就沒有效溝通 你當初搞出來 那你搞來幹什麼 完全是想不明白 做人最重要是甚麼 不要搬龍門 所有的標準要一致 正如你對付那些示威者 用一套的法律標準 同一套的法律標準 也都應該適用於那些警察 市民為何這麼生氣 就是因為你那些龍門任半 永遠就是對於你那些警察 對於你特區政府的高壓統治 就是比較寬鬆的 對於人民群眾 就是比較嚴謹的 所以為何阿婆 是不是變成 即是由一個和理非變成勇武 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你這些人迫成的 是你這個特區政府的高壓 加上警察過去半年的暴力 以及行使私刑 來迫成的 希望好人一世平安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